李果儿被养坏了的超美公主为了皇位毒杀亲爹 婚前不减点 婚后六个月就生下了孩子 李果儿生活到底有多放纵 她又是怎么被宠坏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位史上最露风的小棉袄 要说各朝公主哪家强 还得是咱大唐老李家的最疯狂 阿乐公主李果儿的疯狂劲 丝毫不逊色于姑姑太平公主 她是唐忠宗李显和伟皇后的小女儿 公元684年 唐忠宗李显被老妈武则天赶下了皇位 变为庐陵王 刘芳房陵 妻子韦氏挺着大肚子一路颠簸 在半路早产生下了这个女儿 由于孩子出生的突然 李显只得脱下衣服裹住孩子 安乐公主由此得名李果儿 刘芳的日子十分艰苦 李果儿早产又不像她的兄姐一样 体验过荣华富贵 李显和伟氏十分心疼这个小女儿 一直觉得对她亏欠良多 李果儿自幼虽没有什么权势富贵 但得到了父母全部的偏宠 所以她的性格非常交通 任性胡闹不说还非常霸道 13岁的李果儿姿色美艳嘴又甜 经常将老爹李显哄得找不着北 按这趋势发展下去 美艳大小姐嫁给当地贵公子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谁料到上了年纪的武则天又想起了李显这个倒霉儿子 良心发现的将他复立为太子 一家人搬回长安不说 李果儿也得到个安乐郡主的封号 还没等他体会到郡主的美妙时 他的哥哥姐姐们就因为聚众八卦 被奶奶武则天团灭了 这让他懂得了有权才可以为所欲为 李果儿又会如何获得权利呢 李果儿堂堂一个公主又为何会未婚先孕 成婚六个月就产子呢 老爹李显到底有多宠这个女儿 李果儿刚成为郡主 兄姐就被灭了 武则天团灭自己孙子孙女的举动 给李显吓得好几晚都没睡着觉 为了讨好大权在握的老母亲 李显咬咬牙将最宠爱的小闺女 嫁给了五三四的儿子武崇逊 向往自由恋爱的李果儿 哪接受得了李显的包办婚姻 但武则天还活着 他也不敢聚婚 叛逆的他 转头就和武崇逊发生了关系 就这样 新媳妇还没进门就怀上了 大婚典礼时贵气显患无不网赫 六个月后 李果儿便生下了个男孩 公元705年神龙政变之后 武则天传位李显 视为唐忠总 李果儿升级为了安乐公主 老爹当了皇帝以后 仍对他有求必应 秦妈伟皇后更是怕委屈了女儿 一直压在头顶的奶奶武则天 退位没几天就嫁和西去了 没了天敌的安乐公主 开始放飞自我 一天 李果儿去找老爹李显撒娇 表示 亲爱的爹地 我这么美 衣柜里却没有一条裙子配得上我 唐忠总便出动军队 去各地捕鸟 捉来各种各样毛色艳丽的鸟 工人先将白鸟的羽毛 捏成线再用整片整片的黄金来装饰 制作出了一条 华贵异常的白鸟裙 这条白鸟裙 共花费当时 唐朝年税收的1% 武则天的宝贝女儿 太平公主都没这样的待遇 就这消费力多 谁能比得了啊 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 李果儿竟然公开地卖官卖绝 李显得知这事以后也表示 只要宝贝女儿开心就好 李显如此无下限地偏宠李果儿 为何还会被妻女联合毒杀呢 公主瞧不起太子还敢当众辱骂 被惯坏的李果儿 结局又是如何 当时的太子是述出的李重俊 李果儿从没给过他好脸色 经常辱骂他 称他为奴才 李显知道后表示自己是个龙子 这种无底线的宠溺 让李果儿越发地探得无厌 他竟想效仿奶奶武则天当女帝 鲜血利风 立他为皇太女的诏书 蒙住了诏书前面的内容 跟李显撒娇让他来画鸭 李显笑着答应了女儿的请求 才知道李果儿想当皇太女 正当李显对此犹豫不绝时 老臣为袁中劝谏李显不可如此 李果儿却说 阿妩尚且为皇帝 我本是皇帝的女儿 有何不可 最终李果儿的这个想法 在群臣的极力反对之下作罢 为了补偿未能如愿的女儿 李显只能宠他宠他 更宠他 可李果儿从未有过求而不得之时 这事儿变成了他心头的一根刺 脑子不够的亲妈伟皇后还瞎掺和 公元710年 二人带着毒汤饼去看李显 李显寻思着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他这个家庭底层人物竟然翻身了 看着爱妻与宝贝女儿的笑脸 他想也没想就将毒汤饼吃了下去 恐怕李显到死都没想明白 为何自己放在心尖上的女儿 只不过一次没满足她的愿望 就能够狠心地将她毒死 李显死后 为后立立重爆为敌 自己则想向婆婆武则天 学习夺权 还没等伟皇后母女高兴几天 李隆基便跟太平公主发动了政变 25岁的李鬼儿便死在了乱刀之下 不知道他死时有没有后悔 毒杀那位对他有求必应的老父亲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